去年12月首度成功把人送上太空后 维珍银河又有新创举 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宣布 旗下的维珍银河将与投资公司 Social Capital合并 计划于2019年底前上市 成为全球首家挂牌上市的太空旅游公司 维珍银河成立以来 募资超过10亿美元 这次合并Social Capital将在投资8亿美元 并获得公司49%股权 消息一出 维珍银河9号早盘大涨2.6% 亿万富豪太空梦除了布兰森 当然少不了贝佐斯和马斯克 马斯克的SpaceX与贝佐斯的蓝色起源 预估资本额大约都是10亿美元 这次布兰森力拼上市募资 虽然何时可以开始花钱游太空还不确定 但维珍银河首度挂牌 等于建立太空旅游事业新的里程碑 三连新闻 许沙正报道